2014澳門銀河娛樂國際馬拉松賽道介紹 馬拉松賽事將於12月7日早上午時正起跑 賽道的起點設於澳門運動場 運動員在起點起步後 經由運動場的馬拉松出口離開 向右轉於體育路出口左轉 並於運動場道右轉向東亞運大馬路 到東亞運街與東亞運大馬路交界左轉 重新進入東亞運大馬路 穿過隧道經西環大橋到達澳門半島 西環湖廣場下層隧道 在宣日仙大馬路上分別途徑西環湖及南環湖 再經過觀音像 在澳門科學館前接返 八道美砂海運動場 回到孫日仙大馬路 经由西环桥返回陈仔 经东亚运营营地转入东亚运大马路 与奥林匹克游泳馆圆形地右转 途经澳门银河 莲花海斌大马路 联申工叶村 与和下园林地前接返 再次回到奥林匹克游泳馆圆形地 往右转入望德圣武湾大马路 与新城大马路接返靠右跑 右转学院路 靠左线 全程马拉松第二圈开始 马拉松赛事运动员 无需转入运动场 继续第二圈比赛 第二圈路线 与第一圈路线 基本相同 但需注意到达东亚运街 与东亚运大马路交界时 请运动员继续向前直跑多约232米后接返 回到东亚运街 与东亚运大马路交界 右转重新进入东亚运大马路 往奥门方向继续赛事 余下路线与第一圈路线完全相同 完成第二圈路线后 再次回到学院路 靠右线 跑进澳门运动场内冲线 路程全长42.195公里 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赛程 成功挑战极限